重心压低一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羽毛球是一个低重心的运动 那往往有好多球 我们一打完在中间 都是站得特别直特别高 球一打过来以后 再压低重心再移动 这个时候就慢了 那重心压低一点怎么样做呢 你们注意 当我们每次准备的时候 你们看好了 我的双脚的脚后跟会垫起来了 然后双脚屈膝 最重要的是我的腰这个位置 会往前压腰一点点这样准备 所以你们从侧面看 我这个低重心的感觉像什么 像一个弹簧的感觉 往下已经在压 这个时候对手一打 那我就可以立马起动完腿部发力 它就跟那个弹簧的原理一样 你往下一压 变成你一起来的时候可以更好用力 而且还很灵活 这个就是我们压低重心 要准备的动作 所以我们你们一定要注意 还说大臂疼或者是神臂疼对吧 因为你一直这样都肯定疼 那正确的这个方法方式怎么样发力呢 正确的发力点不是在大臂 而是在哪 在我们的这个小臂和手腕手指啊 当我每次发力之前 我的这个小臂会有一个领拍动作 你们注意看 这个时候我就用我的小臂做一个外旋的动作 外旋的目的主要就是转正拍面 然后当我转正拍面的同时 我的这个手腕 它就往前推送发力了 所以拍面转正和手腕往前推送发力 是同时一起的 然后这个时候碰到球那一瞬间 所以你们注意了我的这五个手腕头会瞬间的抓紧 所以这样他就有一个颠打和加速的感觉 你看我的发力点是在小臂和手腕手指 而不是在大臂这样去轮 你在大臂这样去轮的话 你是发不上力的 姚和手腕啊